我們出差三天兩夜 我們到河內機場了 哎唷 突然間好像我老公跟小... 卡伊奶茶社鑄鐵鍋 那這一次呢 我要跟團隊到越南出差三天兩夜 是要去看我們鑄鐵鍋的大貨 這一次鑄鐵鍋的廠商一樣是台灣的廠商 但是他們在越南設廠 那這也是我第一次到越南 雖然是工作但是也是蠻興奮的 那這次三天兩夜嘛 所以就準備兩套衣服 那我有多帶一件這種 比較不怕皺的黑色上衣 就是換著穿 那除了這些替換的衣服呢 我會準備睡褲 住飯店的話我都會帶長的 因為我不喜歡皮膚大面積接觸飯店的床 所以帶長的話就可以減少那個接觸 還有一個枕頭墊 還有一個旅行用的毛巾 還有沐浴用品 整理一個人心理快很多 那個隨身的包包 現在這種包包都沒有拉鍊比較危險 所以我小東西會把它裝在一個小的化妝包裡面 然後口罩還是要帶一個 還有行動電源 這次準備帶GoPro去拍 因為出國帶GoPro比較方便 GoPro時沒有白色的 我自己在蝦皮又買了一個白色的保護套 因為GoPro太容易沒有電了 所以這種充電的東西都要帶著 出門就是手機 錢包 護照 相機 這幾個比較重要 就類似這種小工具啊 就很重要就是帶著 剛好提到這種包包沒有拉鍊嘛 所以比較重要錢包 我就會用這種 這種零錢包有鉤子的 可以刮這裡 這樣子就比較不怕掉 就是我們到當地工廠去做評鑑 評鑑完成然後下訂大貨 那因為我們中間還有改過顏色啊 還有遇到過年啊 休息等等的 就是真的打造一個產品沒有這麼容易 中間也是經過很多溝通 明天我不在家三天 不知道我們家四個男生會把家用怎樣 反正就是自己處理自己囉 待會我就要出發機場 那今天搭的是下午兩點的班機 到機場了 我們到機場了 然後我們的夥伴也已經到 我們到河內機場了 這邊一下飛就超級悶熱的 簡直是夏天 然後現在機場超多人 然後我們遇到我們接機的人了 成員 到飯店囉 這邊也有 它是文旦的服務 好可愛喔 然後裡面有橘子樹 要下課的 我當了 對啊怎麼跳過你 對啊 對面 喔 然後 他給一張卡而已 這是我們今天住的飯店 然後簡單跟大家開箱一下 這邊是掛外套 掛衣服 底下有些室內拖鞋啊等等 那這邊是可以放行李箱的 這邊有一個迷迷吧 等一下看有什麼 什麼都沒有 兩瓶水 雙人床 這邊有一個簡單的化妝座 還不錯還不錯 然後外面呢 這裡還蠻熱鬧的 而且這邊的房子 比我想像中還漂亮 剛剛在街上看到很多別墅 還蠻漂亮的耶 對啊 越南鄉好發展喔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你看對面那個大樓 不知道是什麼 是住家嗎 不知道是晚上啊 車流量是還好 但是蠻多喇叭聲的 哇 就是這種三建築 乾絲分離 然後洗手台跟浴缸 這個窗裡感覺可以打開 OKOK 待會要去外面吃飯 希望可以吃到這邊的河粉 10萬 10萬大概就等於117塊台幣 除以15塊 就是你把它 1萬就等於15塊 喔 對這樣會比較好賺 1萬等於15 對 好我們準備過馬路感覺有點恐怖 會讓我們嗎 我們要吃這一家佛 都是說是念佛 就是很粉的意思 就看圖片喔 看不懂就賣 還是拿那個 欸這是牛肉吧 它下面也不是英文 對 對 還是我們拿Google的那個 來拍 那我現在下載一下 好 這種的 半熟 我們這樣看好了 你有沒有看 這樣看 現在都是一樣 都是牛奶的家 半熟的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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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買啊 喔 喔 真好耶 你什麼話講還是豆 對 那果汁其實還蠻便宜的 那對果汁好了 好不好 謝謝 這邊還有一些辣椒 喔喔它的辣椒看起來很讚 是醋辣椒嗎 我不知道耶 來加一下 不知道辣不辣就是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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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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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上一碗嗎 對 我這一刻就夠了 太多飯會 常國泰的味道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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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來買咖啡 當地的超市 買一些東西回去 這邊比較像生活超市 有賣一些 異用品 然後吃著也有 想說去買一些零食 因為他們畢別太大了 我們都要思考很久 這邊有一些現成的料理包 看起來就是 像泡菜嗎 然後還有一些 炒隔離啊 看起來像豬肉的 這好特別 然後這邊還有 感覺是什麼 香葉 香料葉子裡面 包肉 還有這種串串 喔 豆腐 然後這邊還有香豆腐 蠻酷的 這邊有一大區冷凍的 水果區 這邊有多多 牛奶 好酷喔這個 這顏色倒好鮮豔喔 這邊有零食區 我們可以買回去的 這邊有零食區 我們可以買回去的 這邊看起來是 有點像韓式料理吃 這一代是很多韓國人 這邊有一些腰果類的 這邊應該是 充號是醃麥之類的 這邊有一些西路由 好爛的麻糬耶 這看起來好彩色喔 又到了韓式料理吃 這邊有一些果乾 果乾可以來挑一下 榴槤 這邊還有聽到講中文的 這個 這是海鮮的 買了兩包 很多牌子 怎麼辦 好多喔 不知道怎麼買 底下還有大包裝的 這也太大了吧 超大耶 這兩個看起來好像都一樣 聽說他買帶皮的對不對 對 這都帶皮 都帶皮 它就是不同價位 喔 我想想說這個會不會是 比如說是更好的等級 對 看起來都很像 對啊 忙買忙買 欸它有這種 這是開心果嗎 沒有它是那個蓮子 喔蓮子喔 我看這兩個有猜在哪裡 大家試試看一下 他沒有寫 沒有英文 賺二十百千萬 八萬九 等於多少 八萬九 八萬九 看到最近一百五 應該是一百數 喔真的喔 那也不便宜耶 對啊 那我剛才說大股也要 台幣三百五 對啊 你買小紅就好了 好 因為不好好把我吃就死 對啊 對啊 賣小紅也好 唉唷突然間好像我老公跟小孩喔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 差點有點想哭 差點有點想哭 可以刷卡啊 旁邊買很多旁邊耶 對啊 我剛剛在自己抓 對啊 我想到最裡面去整 那其實是可以帶回去 剛剛跟我老公 打視訊講了半個小時 我剛剛洗澡澡 這邊的熱水有點忽冷忽熱的 不過還算是夠燙啦 因為我喜歡洗燙一點的 工廠七點半會來接我們 我們就會參觀整個製造過程 一整天都是工作 那今天就是搭飛機到這裡來 然後吃個晚餐 然後逛一下超市 河粉真的超好吃 我跟你們講 河粉真的超好吃 我第一次吃河粉 就是它那個湯頭 太好吃了 真的太好吃了 然後我還沒有吃到越南春捲 河內這個地方 就是現在幾速發展嘛 大家都應該都有聽說過 這一次的出差 也算是一個滿新的體驗 一大早就有很多 外面好像有點下雨 好 今天比較早起來 這邊是他們的早餐 這邊是他們的早餐 吃白豆 應該是法國麵包之類的 看一下是什麼 炒泡麵 這邊還有一區水果 咖啡應該就這樣 喔這邊有優格耶 有優格 他剛剛跟旁邊的人倒手 喔喔他來接那個 那我們的是這個 欸喔在這裡 好 這個是你的 後面的 我的應該是這個熱的 應該 對啊 剛好 有優格 這個喔 機器噴只噴大火 像這個耳朵這邊 我們叫耳朵這邊的話 那個角度比較複雜 我們機器準備沒有辦法 這邊的話噴得很漂亮 人工 人工去噴頭 那大的才可以上機器噴 我們這邊全隊做法 噴土就在這邊噴 那這邊是生產 就毛邊 毛邊的話我們這邊會做加工 把它磨掉 泡光完之後我們還會再噴燒 你看這表面的話 這表面的話比較光滑一點 其實這已經噴燒過了 那出現出來的話不是這樣 不見了 現在這個體驗上面 爬狼他們開 這個有 這原材料 爬狼是原材料 這其中一個很基本的 然後你要什麼顏色 我們有那個色粉 對 你要這個色什麼色 我們家提供品牌 調整都在有 都有在這裡 所以說我們的飲食管控 是絕對是完成的 可惜他們洗的 這邊是他們發現的不良品 然後他們要重新再回去做處理 然後才會再烤 它上好幾次 每次都是經過700多度的烘烤 然後最後才會有完成品 製作的步驟很多 也需要蠻多的能力去做品檢啊 控管啊等等的 來這麼一趟學習了很多試鍋的知識 我這邊會做全尺寸兩色 所以說我們那個圖紙上面 這邊的尺寸是多少 尺寸是多少 我們會再熟建 因為我們凹心度啊 就是要往內凹啊 一般的客戶都是0.2到1.2 都是負的 凹去不可以凸出來啊 你就會搖晃了 就是要凹的 所以要平面的 對 平面還要再凹進去 還是要稍微凹進去 那這樣子如果用RH爐的話 接觸面夠嗎 電磁爐 對 電磁爐啊 可以啊 有一個 有一個論取裡面 它都可以接受到 它可能說 往內啊 它是0.2公分到多少 1.2公分 1.2公分 不是公分 那我試試給你看 來 平整度齁 這個奧心度了 嗯 先把它歸零 負4.5 所以在標準之內 這是我們的簽樣 我來 我這邊主要的話 可靠度 我會做幾個 項目 那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這邊的話 會 摩厚 摩厚不可以太薄 太厚 它有個標準 太厚會裂 太薄 又會噴太薄 外觀很難看 然後我這邊的話 會做幾個 那個摩厚還有那個耐衝擊 就是破壞性 那個金屬啊 槍打下去 看會不會憋掉 暴力 還有的是 那邊有烤箱 啊還有那個 憋到煩 或是乾燒 乾燒會不會壞掉 因為我們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有時候 煮東西煮到 煮到沒水之後 一直燒一直燒 一直燒 都被它燒壞掉 冷凍或冰在冰箱的話 多低溫的時候會暴力 因為我們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廚房 不是一樣 煮東西煮得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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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食水一開 就很熱衝擊一樣 你要是那個 附著度不好的話 它會爆掉 所以我們做這些測試 就是 就是在模擬 User他們使用的一些 不良的習慣之下 嗯 了解了解 320就通過了 320就通過了 然後我們會到家裡 所以這樣385多 嗯 這邊是他們實驗室 恆溫的水 恆溫的 你看我們是恆溫 有壓縮器在裡面 不然我一直測 越測越溫度越高不行 對對對 每個測很多 我那個營養是極冷極熱 這邊的話是它高溫燒過之後 再冷卻處理 看它會不會熱脹冷縮 然後爆裂 那它這個水的話 是恆溫21度的水 這邊都有寫21度 我們設施看看 我們家的 你要看幾個循環 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 那個 洗碗機嘛 洗碗定 然後洗個幾次 看外觀有什麼變化 好 那我們要做這個實驗好不好 你們想要做也可以啊 那這邊剛好就是我們家的 包裝樣式 開動啊 開動啊 好謝謝謝謝 開動 台灣學中文嗎 還是工作 工作 工作 對 台灣工作存錢才能買 現在改方式 我們來驗貨 然後我們夥伴還準備了這些 非常專業的東西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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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我們要去過馬路 不開心嗎? 太可怕了 因為它沒有紅綠燈 因為我們很遠 我們要去逛對面的商場 好可怕喔 人家說如果台灣是新人地獄的話 就是那個18層地獄 18層地獄 是要自己包的嗎? 這個是一份嗎? 還是說要把它放在上面就可以這樣捲 這樣子自己捲起來 這個很像是河粉的 這個可以分嗎? 有 因為我們剛剛米先換成這個 他幫我們示範 來,我自己來 謝謝 謝謝 我還在做手工藝 來是 謝謝 可以吃啊 可以吃 再煮吧 我現在已經有說就是吃好的話 就是想要吃的話就是帶了我吃 好 相信很多人都已經在等我們家的卡伊奶茶色鑄鐵鍋 那我們這支影片上的時候已經開賣了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直接點擊影片下方的商品 就可以前往購買了 開始好好的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家的卡伊鑄鐵鍋 做了蠻多奶茶色商品 那常常在打樣的時候都會出現它顏色有點偏紫或偏紅 就沒有這麼好看 這種鑄鐵材質呢 它一開始打樣出來的顏色也是有點偏紫 所以這樣來回的打樣呢 終於打出我們覺得偏灰調 然後比較高級耐看的色系 可以搭配我們卡伊其他的廚具做整套的 東西整體的話看起來就會比較漂亮 這個是24公分的 因為大家知道鑄鐵鍋它非常的重 那如果太大 你裡面裝的食材整鍋會非常重 媽媽整天就會臉費力很重 抬不起來 因為一般我們煮食材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大概8分滿 如果太小又不夠煮 所以呢我覺得24公分是比較理想 那我從以前用鑄鐵鍋的經驗 就是覺得這個24公分的 真的就比較符合一般家庭 不會太大不會太小 髮廊鑄鐵鍋一般比較常見的 會有黑髮廊跟白髮廊 那我自己也用過白髮廊 我把它淡舌離掉了 後來我覺得黑髮廊比較符合我自己 我們在燉煮食材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色素沉澱 那如果白髮廊色素沉澱就會比較明顯 你就會比較要花心思去把它清掉 而且通常只是淡化而已 不會完整清掉 那黑髮廊就比較不會有著困擾 再來就是黑髮廊它的表面比較粗糙 所以我經常會在裡面先煎 或先炒之後再去做燉煮 可以做這樣的操作 那這不是不沾鍋 它也不是不沾的材質 它的強項就是燉煮 它的蓄熱效果很好 加上蓋子呢它也比較重 所以它會有一個壓力在 這樣子蓋著燉煮 我們食材的風味啊水分啊 就比較容易保留下來 這蓋子的部分我們有做擠水釘 食物的水分蒸氣上來 它就可以原汁原味的保留在鍋子裡面 這邊是我們的品牌logo 鑄鐵鍋這麼重 還是有這麼多主婦愛用呢 就是因為它顏值高 然後燉煮出來的效果好 相對也比較省能源 在裡面煮開之後 再把火源轉到最小 它裡面一樣可以保持它沸騰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它相對是比較省能源的 鑄鐵鍋和適合做長時間的燉煮 它裡面的水分也不容易減少 鍋蓋也比較厚重 所以我們的食材的水分啊 就比較容易保留在我們的鍋內 在飽水的同時呢 也可以保留我們食材的鮮味 它耐高溫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炸鍋 它不會有安全性的疑慮 那除了燉煮炸鍋 你也可以把它作為一個爆炒的小鍋 我一直想要接觸生鐵炒鍋 但是又害怕自己不會掌握 我就是先拿鑄鐵鍋來練習 當然它不是不沾材質 所以我們需要一點技巧 就溫度要夠啊什麼的 反正它也可以當作一個炒鍋 炒青菜什麼的 用高溫去炒青菜 就可以煮出外面快炒店的效果 好 那鑄鐵鍋有沒有什麼缺點呢 有它非常的重 像它這個空鍋呢 拿起來就有點重量 越大越重 那如果你喜歡料理的人呢 你們真的可以趁我們的招尿壽 開始入手 那我們這一次去參觀工廠 也了解學習到了很多製鍋的過程 鍋子裡面是鑄鐵材質 外面這個有顏色的還有黑色的 這就是髮廊材質 是怎麼樣附著在我們的鍋胚上面呢 這我們在工廠就有看到它是利用非常高溫 700度的鍋燒 首先先把鍋胚打磨鍋 讓它表面變得粗粗的 髮廊的底柚比較好附著上去 再經過烘乾燒結 這個循環要做兩次 這都不是在無城市做的 因為材質的關係 所以它不會完整非常光滑 它是會有一點點稍微微微的起伏 所以這個不會是光滑的 一定會有一點點這樣子 不知道以摸上看得出來嗎 會有一點點像類似橘皮 但是又沒有那麼嚴重的那種起伏 這都是正常的喔 像鍋蓋會有比較明顯的幾個點 是沒有上黑髮廊的 我們要斷燒的時候 它會放在一個架子上面 所以這幾個點是不會被噴上髮廊的 類似這樣子 就是我們在烘烤的時候 必須放在鍋架上面 所以都會有這幾個點 這幾個點 所以這個也都不算是瑕疵 就是在製造過程中一定會有的 要烘乾的時候也是這樣架在支架上面 會有留下幾個點呢 是沒有噴到黑色髮廊的 這部分 就會比較容易生鏽 所以有些人會在邊邊的地方塗上油 防止它生鏽 那如果有生鏽怎麼辦呢 就是把它磨掉就好了 其實不影響 好那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我們到現場之後才知道 這邊有時候你們會看到數字 比如說1、2、3 就是每一批不一樣 有時候你們這邊看到 有點微微的看不太清楚 就是1、2、3 那個是它模具的標號 好那鑄鐵鍋需不需要開鍋呢 其實這上面已經有上過黑色髮廊了 黑色髮廊它保養相對比較容易 鐵鍋有分成兩種 一個是外面沒有上黑髮廊的 一個是像這種髮廊鑄鐵鍋 是有上一層黑色髮廊的 那如果有上黑色髮廊 其實不需要開鍋 你收到時候用清潔劑、海綿 稍微清潔一下就可以開始使用的 那有些人會習慣在外面再上一層油 也是可以 剛有提到髮廊其實是玻璃 那如果你不小心撞到 或者是那個角度剛剛好 比如說你家裡是大理石地板 敲到那個角度 它也許也會缺個角 也是有的 因為我之前用過其他的 也是就不小心敲到什麼 也是有破掉一點點 鍋子還是要拿好不要重摔到 那這一次我們的找鳥優惠呢 我覺得價格非常的甜 也很有誠意 那如果有需要的人 可以前往底下的商品連結 就可以前往購買了 好那這集影片到這裡囉 我是Kauli 我們下集見 掰掰